哈喽,大家好,我是启聪 又到了我们的灵异分享时间 今天我们有位读者是一位华晓老师 然后他无法提供他的身份资料 然后他接下来要说他学校的很多很多灵异事件 当然他也无法具体的说出他学校的地点和名字 OK,我们就当做灵异事件来听就好了 OK,故事开始了 话说某一间华晓在马来西亚里面 大家也不用去猜在哪里 这间华晓历史有久 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直到现在 然后他一路来都是出名的门鬼 为什么出名的门鬼呢 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学校的壳壁就是分场 而且学校的壳壁有两个分场 一个是听说比较旧的分场 是二战之前的分场 一个是二战之后的分场 两个分场 OK 所以特别多这种灵异事件 OK,我一个来说 就说我们这位故事的主人王就是这位老师 他个人有遇过很多灵异事件 不过他说一件他亲身经历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就是有一次呢 晚上只剩他一个人在教师办公室里面赶一些工作 然后呢,没有人了 确认没有人了 整个教师办公室晚上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写着他的教案 他写到一半他就很累 他就想出去走到那边走走吹吹风一下 然后等他回到来的时候呢 他看到他的教案上面呢 写着三个字 A B C 而且很明显是 小孩子写到歪歪不正的那种 A B C 三个字 已经是晚上 华晓没有任何的人 竟然有 在他的教案那边突然间出现A B C 这三个字 大家想象一下 OK 然后呢 他也要分享一下 其他的灵异事件 他也不是他亲身经历的 就华晓鎮演学校呢 在很早期的时候呢 有一个是老师宿舍来的 他在学校范围里面有一个房间 是给老师做宿舍的 那时候有一次呢 是一个女老师就住那个宿舍 然后那个女老师住那个宿舍呢 因为那个宿舍是没有厕所的 要上厕所的话 要去另外一个的建筑上厕所 那女老师就有累积咯 就要去其他的标题那边上厕所 当他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女儿飘坐在他床头那边等他 他跑时没有命行李都不知道 当晚冲出去 然后后续怎样我不知道啦 总之他没有再睡第二晚了就是了 这个是教室宿舍的灵医事件 然后呢他们的厕所 男生厕所也有灵医事件 他们说他们的男生的厕所 长期有一个穿着黑色堂装的阿飘 是男是女我没有问啊 他黑色堂装的阿飘 然后他很特别的 他就是在厕所的上面天花板 飘来飘去真正的阿飘飘来飘去 这就是厕所了 然后他的学校的食堂也有 他食堂长期有一对祖孙 就是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小孙子 长期都是在那个食堂那边出没 经常有人看到这一对祖孙 有时候坐在桌子上 有时候坐在椅子上 然后他的那个小孙子 会时常在他桌子上跳飞机 跳跳跳跳跳跳 很多人看过那种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他的篮球场 他篮球场外面就是学校的围墙 学校的围墙 用转叠的围墙 旁边就是篮球场 然后时常有人看到阿飘 他们就坐在那个围墙上 有时候那些阿飘就在那个围墙上 在那里走堵木桥 有时候就有一次阿就有一个人 旁边驾车经过 就看到阿有小孩子在那边 围墙上这样走 然后这个人呢就去投诉这个校长 讲你们学校怎样搞 给学生这样在围墙上走来走去 极危险你知道吗 后来那个校长就跟他讲 是是是我们会检讨的 然后校长转过头就跟那些老师讲 又有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了 又是零一事件 那个他们是在讲那个 报告发这件事情的人呢 他们他不知道他看到鬼 然后呢还有一个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是 因为我说他是一个很旧的学校 他有一个很旧的建筑 已经是围墙了 不过他没有拆掉 完全是被封锁了 然后有一次呢 有个小孩他在上课 上到一班的时候 突然间呢 他眼睛瞄上去那个旧的围墙那边 他看到那个围墙的二楼楼上 有小孩子在那边走过 然后他就很好奇的 然后就直接报告老师 那个围墙有学生跑上去玩 老师快去找他 你就知道吗 小孩子爱打小报告吗 那老师就听到就 就去咯 就去看一下那里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去到的时候 他看到了那个围墙啊 唯一的出入口就是那个楼梯那边 那个铁链锁头还在锁子 而且那个铁锁明显已经生锈 是几百年没有人打开过的 根本没有人可以爬上去 然后后来呢 老师又问那个学生 怎样了 然后那个学生就讲 他不见掉了 刚才还看到了 现在不见掉了 也没有看到有人下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围楼那边出现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这个学校真的是很猛一下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位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学校的灵异事件 一系列灵异事件 感谢这位老师 然后各位读者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 要我帮你们念出你们的灵异故事的话 你们可以在Facebook上搜索我的名字 然后PM我 我会帮你们念出来 OK 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